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藏三藏法师译的波若波罗密多心经 大家耳熟能详的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就出自其中 今天小万从心经的角度探讨如何建立正念 完成心理治疗 中国人最早对佛教的接受与老庄思想有一定关系 波若讲的是空 老庄讲的是无 空和无的思想比较容易挂钩 空和无是不是一回事 还是有差别的 但是这两种思想的接近之处对于佛法的洪传起过很大作用 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文化界盛行玄学 这是从老庄思想中发展出来的学说 当时佛教的高僧和社会上的明示交往频繁 经常在一起谈玄说庙 著名的佛教法师支顿由于擅长与明示清谈而备受推崇 波若经典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隋唐时期波若思想形成了一个宗派 三论宗 同时禅宗早期以棱茄经为主导思想 四祖之后则以波若经典金刚经作为修行的重要依据 在中国的社会上剥弱经典也影响广泛 在临床心理学没有出现之前 佛教在中国社会上长期担任心理治疗的角色 可以说金刚经和心经为中国人的心理治疗早已立下了汉马功劳 古代的很多士大夫 文人 乃至老百姓 苦恼的时候念诵心经 内心就会平静下来 心经为什么具备这样强大的心理治疗功能 我来尝试说明它的治疗原理 认识自己 波若在汉语中没有能够准确对应的词汇 可以方便地译为智慧 但波若智慧不同于世间的普通智慧 波罗密多译为道彼岸 也可译为度 通俗地说就是摆脱和解决问题 波若经典承载的内容正是告诉我们 如何用智慧解决问题 道彼岸既是方式又是结果 解决什么问题 佛法解决的是生命的问题 怎样解决问题 心理治疗的功能来自正念 波若就是最高的正念 六祖坛经把这种最高的正念称为无念 平时我们坐在禅堂里修正念 这通常只是在进行基础练习 努力建立一种抵达最高正念的基础 生命的问题来自无明 众生处在无明的状态 无明带来了迷惑和烦恼 说到明 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光明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里有光 什么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没有光就会漆黑一片 同样生命也存在着两种状态 明和无明 无明相对明而言 明是指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盏智慧的新灯 这盏灯没有被点燃的时候 整个生命处在昏暗之中 这就是普通人的现实状况 只要对生命进行深层的思考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内心存在很多困惑 存在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 比如生命从哪里来 归宿又在何方 还有我是谁 大家在生活中早已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我 是你的身份代表着你 是你的相貌代表着你 是你的事业代表着你 还是你的观念代表着你 对自己的不认识和错误认识 是人生一切烦恼的根源 这就是佛教要解决的问题 禅宗讲明心见性 禅宗的修行让我们认识本来灭目 也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在西方哲学中认识你自己 也是一个横梗千古的谜题 我们认识自己吗 我们认识自己的生命和命运吗 生命的开展遵循着什么样的规律 谁决定我们的命运 命运能不能掌控 关于这些问题 有的宗教认为 有一位万能的神在主宰一切 但人们不一定都会接受这个答案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 人为什么活着 这里又牵涉到一个问题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如果我们对生命缺少认识 我们的生命就谈不上有多大意义 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仔细考虑 这些问题 只是根据感觉和需求 忙忙碌碌地活下去 每当一种需求被满足的时候 就觉得这对我很有价值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起点 我是谁 自我是什么 人们抛下这些重要的问题 不去探索 需求什么就会去追逐什么 却没有去审视 我们的需求健康不健康 某种需求给自己的生命 带来的是成长还是堕落 给社会的发展 带来的是正向的推动力 还是破坏力 这些问题关系到 你如何决定和选择你的未来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 推动命运的力量是什么 那你的未来怎么可能幸福呢 关于幸福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都关心自己的幸福 可是有多少人找到了通往幸福的正确道路 以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 由于社会经济不发达 人们把不幸福的原因归结于物质环境 现在很多人都富了起来 然而许多富起来的人 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幸福 幸福的程度并没有随着物质的提升而提升 主导幸福的力量是什么 幸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反复的生命处在无名的状态 看不清楚生命的走向 只是在昏暗中不断地追逐和摸索 团团打转 保持距离 看不清楚自己的生命 也就看不清楚世界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取决于认识的模式 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一个认识模式 这个模式和经验 观念 心态息息相关 我们带着业力构成的有色眼镜 认识世界 对世界的好物和判断 以自身的认识为标准 比如你认为某个东西有价值 另一个东西没有价值 觉得这个人很可爱 那个人很讨厌 这些判断的过程都被你的情绪处理过 我们看到的不是客观事实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情绪和设定范围之内 环境符合我们的设定 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们就觉得开心 环境和我们的需求冲突 我们就觉得痛苦 对于自身的错误认定 是很多烦恼产生的根源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关键在哪里 就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看待这些问题 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些问题 而不是这个事件本身 同一个事件用不同观念去看 对人产生的影响大不相同 因此遭遇同样的金融风波 有的人自杀了 有的人发疯了 有的人还是很淡定的 面对自己的观念 不同的态度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有的人我执 我贱很重 当他的一些观念被人反对的时候 他会勃然大怒 把一个观念与自我紧紧捆绑起来 你会觉得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必须保持一定的权威性 当这个想法受到底处 你受到的冲击就特别大 引发的烦恼也特别重 这样一来 你内心的回旋余地就很小了 如果你认为 这只是我的思维过程中的一个想法 你就比较超然 大多数人会在内心的情绪里 介入自我的成分 当情绪升起时容易陷进去 而且找出很多理由 让情绪变得越来越大 这样不停地发展不良情绪 人生的痛苦就会没有尽头 情绪并不是你 它只是和你有一定关系 不良情绪是内心错误观念的产物 就像身上长出的毒瘤 有了这样的认识 你可以对情绪进行观察 与情绪保持距离 缺乏智慧的关照 你的情绪就会变成你的一切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